今天是个好一只 接到一笔大的浙江温州老板 一下子就订购了 30斤这个螺路 我们从下午2点开始 忙到现在这个螺路才刚刚挑完 我们这边都是纯属工挑路 三群水养殖 没有杂质了 干干净净 郑重田螺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 我这边的螺路 比市场的螺路 价格要贵一倍 贵一半都不止 市场卖25 我这边卖51斤 为什么这么多老板 还会选择我们的田螺 而且复购的老板是越来越多 买个我们的田螺路的朋友 包括田螺 只要长过一次的 基本上都会复购 而且不光复购一次 两次三次 只要想到田螺 百分之八九十 一般都是从我这里复购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原因啊 很多人一直想破头都想不到 明明我自己养的螺 形状外观 跟我这边的螺 都是一样的 为啥 我的田螺 能卖50元一斤 而你们的螺路 却卖不了这么多 想来想去啊 都不明白 其实最关键的啊 并不是说你们的螺不好 但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品质 一个质量 一个口感 如果你的螺 没有运行去做 口感长不起来 现在雨晴了啊 对这个云生态 口感要求特别高 一旦你的螺 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好 你想啊 人家就购买一次 绝对不会 就算再贫 人家也不会再去购买你的 心得的人 他不缺钱 知道吧 有钱人确实太多了 你说这五十块钱 很多人说贵了贵了 在有钱人民营中 五十块钱算什么 人家一百两百三千块钱 一斤的海鲜 他们都吃得起 你这个五十块钱 他也吃不起了 所以说 并不是说 我的螺贵了 而是我的螺的品质 确实有这么好 值得这个价 知道吧 很多朋友都说 我的螺路是天价 五十块钱一斤 其实 刚刚说的很明白 对于没有钱的朋友 会觉得 听听看到这个田楼的朋友 哎 五十块钱确实太贵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种螺路正宗的田楼 也不是你们看的那个杂交螺 而且我们这个山群是养殖 高山山群是养殖出的这个螺路 这群国过地已经非常的少了 所以说卖五十块钱 在有钱人营中 不算贵 真的不算贵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田楼五十块钱一斤 而且购买的能这么多 主要是我这个螺的品质比较好 那能买了之后吃过之后 有还想吃的这个冲动啊 第二个原因就是全国过地有钱人的老板 越来越多啊 他们并不在乎这个五十块钱 已经整你的品质好 第三个 就是整个中国生活条件都好了 从之前的讲究吃饱到现在的要吃好 大家知道了吧